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人商学院,我是苏美美 今天分享的是韩国煎饼艺术家的YouTube赚钱套路 很多人都知道,YouTube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 是Google公司旗下产品 YouTube平台较公平的内容推荐算法和广告分成的获利方式 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红,并获得可观的收益 我们计划做一系列YouTube赚钱套路视频来分享给大家 今天是第16期韩国煎饼艺术家的YouTube赚钱套路 本期视频主要分享一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频道主介绍 第二个,获利方式和具体收入 这个频道名叫Pancake, The Pancake Artist 它的视频主要是制作各种造型的煎饼 比如知名品牌logo,卡通形象,表情包,国家地图和国旗等 平均每周发布2-3个视频,时长一般在10分钟以内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数据 截止到2019年12月23号 这个频道一共发布了460个视频 订阅用户数为161万 总播放量有3.77亿 它的代表作有 品牌logo煎饼艺术 耐克,Zara,阿里达斯,H&M 播放量2394.6万 表情符号煎饼艺术 便便,色眼,泪面,呕吐 播放量1913.5万 社交媒体兼饼艺术 YouTube,Fisper,Twitter,WhatsApp 播放量1368.6万 获利方式和具体收入 它的收益来源主要有两部分 平台广告分成和外部合作收入 平台广告分成 这个频道总播放量有3.77亿 我们按每千次播放1美元收入估算 总收入约为37.7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264.4万元 这个频道首个视频发布至今 有3年10个月 平均收入69万元每年 统计网站给出的平台 每月预计收入 在30.55万元到53.13万元之间 外部合作收入 它的很多视频结尾 都会放自己的邮箱 用于观众建议和外部合作联系 根据统计网站的数据 它单个视频外部广告的收益 约为3.46万元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韩国煎饼艺术家的YouTube赚钱套路 总结一下 这个套路的关键点在于 制作各种造型的煎饼 并拍摄视频 这类煎饼艺术 在国外很多平台上都非常火 我们之前在普通人商学院 分享过的 YouTube搞笑食物网红 Kolinskey 也有做过各种造型的煎饼 不管是像Pancake这样的煎饼艺术家 还是之前我们分享过的3D笔艺术家 他们都是基于自己的特长 用不同的工具 创造出更为新奇的作品 由此可见 发展一个特长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想模仿它 可以先定个小目标 利用业余时间 先做到一万粉丝 约入一千元 改善下伙食也是极好的 5G时代快来了 视频市场空间和机会都非常大 门槛也非常低 对草根人群 也许是不错的创业机会 我们做了一套如何做一个赚钱的 YouTube账号教程 是视频版的 目前只免费提供给 普通人商学院社区的成员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用微信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加入 普通人商学院社区的入口链接 我们也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 介绍资料或评论里 看完这个赚钱套路 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来普通人商学院的公众号下 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学习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趣的频道 以及他们的变现模式 也可以来普通人商学院的公众号下 给我留言 如果这期韩国煎饼艺术家的 YouTube赚钱套路对你有启发 或者觉得有点意思 欢迎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 帮助他更多了解这个年轻的世界 今天是我们分享的 YouTube赚钱套路系列的第16期视频 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 我们还在普通人商学院公众号分享了 抖音赚钱套路23期 YouTube赚钱套路38期 工具赚钱套路32期 快手赚钱套路14期 B站赚钱套路14期 赚钱新职业19期 微博账号赚钱套路2期 线下赚钱套路3期 网红赚钱套路15期 其他赚钱套路60余7 如果你对这些赚钱套路感兴趣 一定要关注普通人商学院 内容是全球范围的 学不会也可以开拓眼界 希望你尽快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套路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除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普通人商学院视频 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在那儿每天我们都会分享一个赚钱套路或实用工具 在微信中搜索普通人商学院就可以找到 希望它可以帮你找到适合的赚钱套路和工具 感谢观看